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徐大来,我是老徐 来咱们点评一下中国军团奥运的表现 首先呢,想说这个由于美国啊,昨天是南篮拿下了这个三块大球金牌中 应该说是我认为难度最大的一块啊 应该说整个这些美国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90%的概率吧,他将重回这个金牌榜的首位啊 他肯定应该是东京奥运金牌榜第一名 但是呢,我想说啊,这个借用一句这个美国CNN有线电视新闻网自己的一句这个对金牌的评价 就说这个金牌代表不了什么 所以说这个既然他们自己都这么说吧 那么咱们就这个不用唯金牌论了 当然中国本身也从来没有说 就是只看金牌,除了金牌以外什么都不看了 中国历届参加奥运会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首先呢,我想把我的一个结论先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一届啊,最大的赢家就是中国 为什么呢?我详细的跟大家来说说 应该这么来说吧 首先咱们先从这个奥运本身的一些成绩来说啊 每一届都有这个收获,都有惊喜,都有遗憾,对吧 这一届给我的感觉的话呢,我确实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活力 看到了未来 比如说我们有几个项目,应该是比的是相当的好 整体的这个中国的表现呢,应该说是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 咱们挑几个这个精彩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像举重这样的 一直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优势项目,咱们先不说啊 包括像跳水,乒乓球 包括就整个的这个,你看乒乓这次丢了一块对吧 然后这个跳水丢了一块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很正常 因为整个的如果你长期啊,老是霸占的一个项目所有的金牌啊 其实对整个的这个运动并不是好事情啊 之前其实其他节目里面我也说过啊,就不展开了 咱们比如说吧,就是这个挑几个来说啊 比如首先我想说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游泳 中国游泳这次的话呢,是拿了三块金牌 然后还有两块银牌啊,这个成绩的话应该是非常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说句实话,本来的话呢,都没想到中国队这次游泳啊 还能够站到最高领奖,领奖台的那个位置啊 都觉得这一届的话可能最多就拿一块啊,遮一遮羞 但没想到的话呢,这个张雨菲啊,横空出世 一个人的话呢,是拿下了两块金牌啊 一块个人项目,一块这个接力 而且呢,还在这个个人的项目的这个一百叠里面拿下一块银牌啊 那个其实是他运气不好 加拿大那个马克尼奥,如果是跟张雨菲是相邻的两道啊 我觉得张雨菲应该会受刺激,一定会干掉他 整体实力的话,那个马克尼奥也很强 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张雨菲更胜一筹啊 不管怎么说啊,就这一届的话呢,应该说有几个啊 如果让我选三个我印象最深的运动员的话 第一个我会投的就是这个杨倩 一个人这个摄露手金,包括后来拿了一块两个人的双人合作的这个新加出来的这个设计项目的金牌啊 这个确实让我这个没想到啊,这个小姑娘 小小年纪已经已经是人生巅峰啊 这个有时候就是难以逾越的这种这个障碍啊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实力啊,碾压啊 银牌对他来说就像随便可以碾压的一只跳蚤一样 这种恐怖的实力啊 我觉得李文文只要能够保持健康的话 正常训练啊,将来的这个大有可气的这个未来等着他啊 非常喜欢这个东北大妞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这个苏炳天 苏炳天呢,确实是像刘翔一样啊 打破了这种黄种人,亚洲人,没有爆发力 不能参加这种田径的这种偏见跟谎言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奥运会啊,咱们这么说啊 奥运会啊表面上它是个体育会对吧 但是其实你想啊 按理说一个国家人口,人口很多 他应该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才对吧 最后最后的话呢,如果你是把它放到一个体育项目去比赛的话呢 应该成绩也不错 但是其实不是 奥运会其实跟人口没有关系,奥运会比的是什么啊 奥运会就是世界 世界就是奥运会,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世界的格局,其实你在奥运会里面看到整个就是这个格局 强国就是强国,弱国就是弱国 它是以经济论 其实奥运会是一个经济会 比如说美国突然之间有一天那个神经搭错的吧 他莫名其妙去骂人家印度了,说人家印度一个13亿人口打过怎么 怎么只拿了三块金牌对吧 我看他昨天男子标枪又拿了一块,不容易啊 因为你想那个国家说句实话 经济又不好 而且又有种姓制度 虽然名义上废除 但实际上呢 根本就还是存在的 一个二十五六岁 一个三十多岁的一个成年的男人 在商店里面买衣服 然后竟然有这个身边的这个女的这个用人吧 给他穿着衣服,换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衣裤啊 他脸上的这个表情是享受 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各种各样的他的这个问题啊 你就知道他他其实就是很难啊 把他的这个国力啊 用到比如说锻炼体育体育的尖子上面去 很难的 奥运会表面上是个体育会 其实就是经济会 经济实力强的国家才有资格培养运动员 而且呢还是个科技会 这个科技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指的是你备战整个的这个训练 是不是科学 包括说运动科学里面的各种器械 各种装备 比如说有一年大家记得吗 2000年新奥运会有个鲨鱼皮 那一届奥运会就太恐怖了 几乎游泳池里面 大量的世界纪录 一半以上的世界纪录全都被打破 而且这个打破不是说零点几 有些甚至打破了提高了一秒两秒 后来大家意识到这个这样下去整个的这个这个运动就没有意义了 就马上就说这个鲨鱼皮是不可以用 所以再后来的话呢游泳比赛啊就没有鲨鱼皮了 但大家看到整个现在游泳的这个衣服啊 它是越来越就是说就是说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专业游泳运的游泳运动员的那个衣服啊特别的紧 紧的不得了 非常非常的紧啊就是为了让你更更能够紧绷这个肌肉啊同时呢有一个更小的一个这个水中的一个阻力啊有一个流线的这样的一个体型 游泳运动员其实就是他他要维持一个巅峰水平是很难的就比如说你说张雨飞 张雨飞00后的小姑娘对吧 你看他现在这个笑着这个没看眼笑像一朵花一样啊我跟你说啊 四年前他教练那个叫崔荣登浙江那个教练浙江是专门出游泳运动员的说句题外话就像这个湖南是出这个举重和体操 上海呢出跳水也出体操也出自行车也出划船广东的也是出体操 东北呢出这个乒乓球的运动员啊各个地方的这个特产都不一样嘛张雨飞当时他教练崔荣登刚接手的时候啊两个人我告诉你啊整个的就不在一个频道 崔荣登直接就跟他说四年以后奥运会的金牌就是你的目标当时张雨飞就就不爱听了不是说不想而是不敢也不敢想就觉得两个人这个目标差太多了没有 没有可以聊到没有办法合作这样的前提啊但是通过一次次的科学的训练通过一次次的这个设定的小目标不是王健林的那种哦他那个是故意要卖帅对吧但现在现在你看他牛逼不了了吧对吧先不说王健林咱们说回这个张雨飞啊通过一次次的小目标的突破达成然后呢开始全国拿了冠军最后呢世界游泳锦标赛拿了这个第一名到今年整个是一个 最好成绩啊包括你看这一届这个奥运会在自己强项蝶涌上面 200蝶吧200蝶是拿了个亚军吧对吧然后就100蝶是拿了一个金牌 然后还有一个接力 一金一银然后接接力呢又拿了一个这个金牌 整个的你表面上你看上去是张雨飞的这个个人的游泳天才对肯定是天才 但你相信我现代的这个竞技体育像奥林匹克啊 他本身代表的这个字面的意义是什么 奥林匹克字面的意义是指公开公平公正并且清洁的环境下面 什么叫清洁就是没有兴奋剂 但是关于兴奋剂 我有我自己比较非常个人的这个看法 这个可以单独拿一集出来做做一期这个节目啊因为这个要讲很长时间 新闻剂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啊 新闻剂在我眼里反过来恰恰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但这个这个咱们今天先不展开讨论 他是一个在公开公平公正清洁的环境下 对于人类 达到这个自己体能的这个极限的这种拼搏追求一次次的这个努力 他其实鼓励的是这个精神 但是其实背后他真实的比的是什么 比的就是你国家的经济实力 综合的国力 你的科技的能力 包括你兴奋剂的能力 你想了一个国家他整个连 吃饱饭都解决不了 他怎么有这个经历 怎么有这个能力 怎么有这个实力 去锻炼呢 不可能啊 你再添财 靠的是什么 也要靠大量的这种科学的训练 大量的营养的配比 大量的这个后勤团队的保障 而且还要加一句 你从去年来说还要靠的是什么 你国家的抗议的这个整体的组织能力 为什么美国这一届他成绩下来了 当然他其实没有下来特别多 我看了一下 美国到现在为止 他田径感觉没比好对吧 但他到现在田径也拿了七块金牌啊 并不差 也许他还是排在这个田径的 金牌榜第一名的 只是说比他这个我们想象中好像 十块打底 是这个感觉啊 比这个好像少了一点 游泳他还是很强啊 游泳他还是十一块还是很强啊 但中国游泳这次能拿三块金牌 而且有男有女对吧 有接力有个人 我觉得非常完美 而且是一个新老交接的一个开始 对于老江汪顺是个圆满的句号 当然我希望他下一件也能够这个 这个怎么讲的 就是老祭福利啊 再福一把 但是像张雨菲这种这个处处茅庐啊 让人感觉希望无限 下一次再有什么记者在问那种 这种 兴奋剂的这个问题啊 你直接就问他你告诉我什么叫兴奋剂 他首先说的出来嘛 从来没有兴奋剂这个东西知道吗 兴奋剂是各种各样的化学的一种 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连兴奋剂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问我 咱们先不说这个话题啊 再比如 你除了这个游泳以外 比如说你说这个 射击 中国射击这次拿了四块啊 首先要说的就是杨倩 杨倩的心理素质确实好 对吧我我刚才说了 整个这一届三个给我留下一天印象最深的 第一个就杨倩 然后举重那个李文文 包括这个田径的苏炳田 没想到的是这个 这个这次美国这种人池不乱对吧全世界这个 拥有枪支最多的一个国家他竟然是三块金牌 都还不如中国啊 当然人家移动把是这个两块都是他的男子两两百米的这个男子的那个对两万米的这个 双向飞碟和女子两万米的双向飞碟这两块都是他的啊人家这个移动把有经验对吧 看人家那个那个很多的那个 片子里面本能反应 只要有这个体温枪对着他的本能反应就举手了 真的是令人这个哭笑不得 中国设计这次是非常好 表现是超乎我的这个预料啊 而且我还要说一个人就大家要去关注那个就是 就那个杜丽的那个徒弟啊 包括上海的那个江染星和那个杜丽老公啊 那个叫什么庞伟啊 个人项目拿两块铜牌对吧 庞伟和那个江染星就上海的 上海应该说也出社鸡兵动员包括陶露娜以前也是上海的 他这个小姑娘包括杨倩应该说我觉得将来啊 都是很有希望啊很有希望至少说在巴黎我觉得肯定能再看到他们啊 没有什么大的意外的话 还有就是杜丽那个徒弟那个那个 小男孩啊名字我叫不出来了三个字的 三种姿势对吧 他师傅杜丽以前就拿过金牌 第一次杜丽那个十米七步枪拿了一个 第二年 十米七步枪走眼了 然后自己割了个双眼皮 人家就说了 你所有精力全放在这个臭美上了 训练就就耽搁了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 不好听的话就来了 当时我就 印象很深 我就说怎么 怎么现在网上这个民粹这么厉害呢 运动员难道每每一把都要金牌啊 你自己上去试试看 几天以后三种姿势加起来 杜丽一块金牌就拿下来了 然后所有的这个这个舆论啊 刚开始骂他的人又开始这个 远远回来了 我说真的我说 你那个还是嘴啊 有时候宽容一点运动员 大家不知道啊 运动员的场上比赛承受这个压力啊 我以前是笑篮球队的 我们参加过全市的那种比赛啊 包括跟外市的这个比赛也打过 这个根根本就不值得拿来一说啊 因为这个也不也不算是竞技体育吗 他只是说正常的这个体育范围里面的一种比赛啊 但是我拿这个来举例子想告诉大家 比赛中的那种刺激那种承受的压力啊 和你平时这个打着玩是不一样的 平时你跟人家打十个球输了以后对吧 十个俯卧撑 这个完全不能比啊 比赛中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能发生 紧张 这个意外惊喜 但你赢了以后的那种快快乐的感觉啊 这个是无比快乐 真的是无比快乐 咱们先不说这个我以前的这个篮球经历啊 咱们就说说这个中国整个的这一届啊 包括刚才说到这个射击对吧 还有你看像那个体操 这届体操也是很出乎我的意料 你看一开始那个日本那个大 桥本对吧 虽然拿了全能的金牌 但是他反而是成为这整个的一届东京奥运会 到现在为止所有运动员里面被骂的最多的一个人 倒不是只有中国的网 网民在骂 全世界的网友都在骂 包括不但连他 连给他打分的几个裁判 尤其是那个印度裁判 都都一起在骂 因为这个说句实话 咱们这个上海话说起来 吃相有点太难看了 你要做手脚 你也要做的稍微 像是那么回事 对吧 我明知道你在做手脚 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你 但是问题是你那个做的太难看了 咱们那个老肖 那个跳马 你扣那个小日本0.3 你扣我老肖也0.3 这个吃相太难看了 咱不说那个 反正整个体操最后 最后是一个低开但是高走 没想到最后是单向 拿了三块金牌 李约 大家还记得这个成绩吗 李约要用会中国体操是0啊 都没拿都没拿过一块 但这一阶的话体操能够拿这个三块金牌啊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也是给我们以后一个信心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本身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各方面就是适合练体操 因为我们只要是技巧上的拿捏为主的这种项目 中国人一定是说一不二的 当仁不让 再加上你科学的性训练 再加上你各方面的这个后勤的保障 最后就会出现一个好的结果 其实说句实话 我们并没有说一开始定位说我们要是这阶奥运会的金牌网 一定要把美国怎么怎么超过 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对吗 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平常心去参加 因为我们这个习大大的话来说 平是对吧 是你CNN自己小媳妇的心态 你说这个金牌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 你中国不要得瑟 从来没有得瑟 从来没有得瑟 但希望你记住你自己话 如果你最后翻过来以后你也你也这么说 最后我想说的是给我最大的这个惊喜的就是田径 田径是这届奥运会比到现在给我最大惊喜 之前如果有人告诉我这届中国最后田径是两块金牌 首先我是不敢相信对吧 或者说我即便相信我也会想 是不是竞走啊 是马拉松啊 公立交这块说实话我原来是有期待的 但不敢太期待为什么 公立交比的三届了 第四名第3名第2名 但是不是这次就第1名的不敢想啊 但没想到公立交这一次比的太厉害了 而且是 秒杀的就是那个LGBT的那个 这个美国那个怎么讲 过目不忘的那个运动员 这个太解气了 包括说有人有谁能想到女子女子标枪 最后竟然能拿一块金牌啊 我们两个标枪一个89一个93的刘诗颖是93的还有一个是89的 至少说我觉得还能够再比个几年吧 坚持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下一届还能够再比一比 以后我们也有一个集团军的优势 包括像你女子牵球也是 我们有三个运动员进入决赛对吧一个卷发的还有一个名所交不出 再加上公立交三个人 唯一的就是那个田径的采访的记者问了一个傻逼的问题啊 太傻叉了 他问那个 哎那你这个以后是不是结婚生子啊这个怎么样啊 公立交出于礼貌这个稍微回答了一下然后然后就说就就走了如果是碰上 这个脾气比较比较个性化的那种运动直接我就走人我跟你聊什么呢 后来我就看见在那个微博上对吧有一个网友就说了 这个世界上原有比什么结婚生子重要100倍的这种事情 问了什么傻逼问题 公立交转发点赞 那就说明人家觉得你记者问的那个问题傻呀 以后咱们这种记者啊 少一些这种 乱七八糟的问题啊 你稍微找一些懂行的来问几个跟技术有关的 中央中央电视台其实现在整个转发这个 不是转发说错了就解说田径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杨健 我我一直喜欢听杨健 他自己以前练过田径啊 所以他对一些项目的一些这个特点比较 知道的比较多 跳远啊撑杆跳啊 比较多 比如说你说这一届这个田径 咱们虽然说金牌是两块 但你 你看很多的项目我们我们竟然拿到银牌 女子练球咱们是银牌吧 包括像男子跳远 跳远还是三级跳好像三级跳 说跳远也拿到银牌 就这种你是觉得非常意外的 这种项目中国已经拿到银牌了 我们从来没有没有感觉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冲金点一样 但是就证明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绝对是没问题的 不要去听那些偏见 对中国人的这种谎言 亚洲人身体素质各种各样 不行 什么不行 苏秉天你看这次打破了亚洲记录啊 三十二岁的男人跑得比什么一帮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都快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啊 当然也是他自己作为运动员的一种 自律 平时 严格要求自己 对自己这个 工作对自己事业的一种尊重 敬业 非常令我令我觉得这个惊喜 当然你说遗憾肯定也有啊 怎么没有呢 比如说跆拳道 每一届都有金牌我一直在等啊 左等也不来又等也不来 我想跆拳道怎么怎么这块还没来呢 不来了 他这一届就不来了 怎么办呢 吴静玉也够了 吴静玉你看他那个小胜板 他说他会打架走在马路上我我都我我都不信啊对吧但人家是跆拳道世界冠军啊 这一届退了就退了呗 也许下一届啊我们运动员能出来啊 但是我想说有一个项目其实很适合中国人而且这次拿到金牌了就是 华就是那个华亭 应该叫皮华亭还叫什么 双奖项目拿到一个四奖的我们拿到一个单奖的一个男子一签的昨天拿到银子 那个运动员啊 最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说他的心肺都要爆炸了 这个项目真的就是 就是500米开始他就觉得已经不是不是人链了 后面四个字他没说出来 但我我知道他想说的是这个 完全是靠意志在撑着整个心肺都要爆炸了 你看那个冠军那个巴西的最后他赢了以后整个人已经脱离了 就是 就是在水里面被人家捞出来的 巴西的那个那个手臂那么粗 那么粗啊 咱们咱们的那个运动员手臂是这样 但这个项目中国人是其实有群众基础的 咱们以前就公园里面自己去玩也会划船嘛 对吧 也会划着船玩 包括说中国人也有这个华龙舟的习惯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练一练我相信啊 下一届或者说以后的奥运会啊 也许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啊 因为大家要明白啊 像这种金字塔尖的这种竞技体育啊 如果你要开出一朵美丽的花一定要扎根在扎实的群众体育的土壤里面 所有的项目都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中国乒乓球厉害 就咱们公园大爷 公园大爷你找一个出来 你可能可能比人家有些小国家的这个专业运动员打的都好 对吧 就这道理 包括说我们这种 电视机前的这个解说乒乓球的这个嘉宾 就这嘉宾以前都都是全国冠军啊 这种嘉宾你去打人家这个专业运动员有时候也能赢啊 就是水平 包括说你说像这个 孙颖沙或者说像这个咱们的这个陈梦 像他们平时在训练的时候也经常能够赢这个男运动员 就不要说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了 因为男陪女恋一直是我们我们国家这个乒乓球的训练里面的一个法宝啊 一直就是 一直就是强化这种这个对抗的这个厚度 包括说各种各样回球的这个力量啊 所以说你看这个女子运动员啊 乒乓球能够退开一步能够退台 甚至能够中远台能够拉球的没几个很少很少 但我发现那个小日本的那个伊藤啊 他具备这个实力 虽然说比中国运动员还差了一个级别或者说半个级别啊 但他具备这个实力啊 这个小日本有点意思 咱不说他咱们接着说啊 比如说你说这个 最令我感到这个遗憾或者说甚至有点气愤啊 就女足 中国女足从来没没有 表现成这样啊 三场球一平两负 被人家 灌了18个 18个球啊 而且最后那个姓甲的教练竟然说啊 人家有记者说你是不是要下课了 他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反正这个这个体育总局决定了 我们教练也怎么 我不是说他水平差 我只是说啊 他这个水平不能够端到这个台面上来 他只能够带青年队 之前几期节目我已经点评过这个姓甲的教练 我就 不展开说了 搞了整个整个最后大家竟然把女足要跟男足放在一起比了 这个这个绝对是不能接受的 大家知道所有的竞技体育啊 千万你要把握住每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把握不住最后可能就是满盘皆输 有时候可能是一开始是一个小疏忽 但小疏忽疏忽到最后 你就翻不回来了 你想想这个女足为什么那么差 咱们本身实力不是说以前 99年世界杯时候的那一届了当时那一届我我之前就说了 是很多年的这个积累下来的这个人才 然后他他的人才都是这样积累一波才能出一两个天才啊 然后慢慢的带动整个队都是这样的 咱们是之前那么多年一下子积累起来的这个人才在同一年就爆发了 在那个之前没有女足世界杯的 然后有了这个以后的话好了 然后有些国家开始重视了 比如说你说像像中国现在 中学小学 包括说大学 有有正规足球场的大家平时能去玩的有多少呀 不多的 你说一个一个 白领 平时休息天 找几个人踢场球 你身边的城市里面有多少这样的场地呢 一场球下来如果是在上海的话 我就告诉你 2000打底 甚至2000是拿不下的2000都不是那种标准场地啊 就是那种半大不小的那个场地啊 这个你说上班的人找十个人对吧一个人探一探几百块还可以 但问题是你是你说像学生的话怎么承受的承受得起呢 问题就在这啊 你首先连场地都没有你你说你要成绩 这个不现实啊 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玩这个运动的这个人人有多少 但反过来你看像像美国加拿大大量的平时居民社区里面 他都有这个足球场而且是这个足球场是标准的场地 整个的这个条件都非常好 所以所以你难怪啊像这个人家老百姓最喜欢的运动 甚至排到十名以后的这个加拿大跟美国啊 根本就不重视足球 但是你看人家足球就是女足就是能拿到甚至男足 水平也不差呀 也经常进世界杯呀 加拿大这次还赢了美国呢还进了决赛呢 女足啊 很意外啊 当然女排的话是另外一个概念 女排呢我觉得这次没什么 这次说句实话这个 这个 郎平也够了 郎平他作为教练啊 这个带领带领美国战胜过中国对吧 带领这个中国走向过冠军 而且呢重新出山以后的话呢是 拿到了很多的重要的比赛的 金牌 我觉得郎平真的够了可以休息了 现在应该是交接班了 只是不要交给安家姐就好了 找一个其他人 女排呢说句实话 不能怪郎平 你现在换了哪个教练区都不行 为什么 前面一批运动员太出色 年轻的上不来 年轻的要上了我就告诉你啊 挺难的 你现在的阵容来看的话 大家可能说 下一届巴黎也不要有任何的指望 最近的可能说这个六七年里面女排我觉得上不来 而且像朱婷这种也是天才知道吗 扣球的话你要扣出这种 就是说这个拿捏拿捏到这个力道的话 很难的 很难的 非常难 相信女排将来会有一个阵痛期吧 希望这个助女排好运 女蓝呢 这个不能说成绩差 女蓝的话 应该说打进八强 已经是算是回到一流行列啊 虽然说离这个 完全主力阵容完全都在的这个澳大利亚 包括说像这个美国还是差了至少半个档次 但女蓝的话完全是 有希望的 女蓝我觉得已经已经是完成这个新老交接了 他这批人年纪都很轻全是二十几岁吗 对吧 很多都是 刚满二十一二的 本来这次其实说句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经验的欠缺教练的这个 第四节的这个临场的调整有点慢了 其实这届我们有希望 如果不最后把那个四号空位啊早一点换上去啊 就比赛一下子不会这么慌乱 人家一打全场紧闭 接连三四个回合自己没打进有15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打不进啊 然后最后就输掉了 有点可惜 因为塞尔维亚并不是一个 实力怎么样强的一个队 我觉得塞尔维亚实力在我们下面 他就在我们下面 咱不说这个 咱们的整个的 关于这个奥运会呢 我想说 其实你要做好每一个细节 刚才说了 女足因为为什么输掉 就是因为他在 后卫 这个最重要的位置 用了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任何重要比赛的一个年轻的 21岁的一个小姑娘 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一个低级的失误 这个不叫断练 这个叫自杀 你让他上去 今天今天被人家踢5个 明天被人家踢8个 你告诉我你断练什么呀 断练个毛线呢 姓贾的这个教练 他就不说他 因为说到他 我就要这个有很多话 一个细节毁了你整个的一批人 王霜可能就被你毁了你知道吗 下一届是不是王霜还有啊 不知道了 人家巅峰期就过了 但反过来看你做的好的细节也有 比如说你说举重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这次我们整个中国运动员上场 没有一个人去用那个煤粉 有人说那个是不是滑石粉 因为我们上场之前对吧 那个不是滑石粉 那个是防滑的 那个是煤粉 是增加摩擦力的 但是我们全是自备的 我们从来不去用那个 厂上公用的那个 煤粉呢 为什么 就是就是新冠防疫啊 所以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做到位 你就看得出中国做新的这个认真的这个态度 包括你看 就像我们平时生活里面的防疫一样啊 为什么整个中国 这次备战 虽然感觉我们宣传里面从来没有说要 什么一定要超越美国 我们要金牌榜第一名 但是客观上你看怎么 一路领先到现在 除了一开始前几天 有小日本 有美国在我们前面 但是从中国开始发力以后 一路到现在 直到最后一天 百分之八九十 我觉得美国要翻上来了 但反正人家CNN说了嘛 对吧 金牌不代表 咱们就这么说吧 红眼病 羡慕嫉妒恨 也不是第一天了啊 他可以今天说 不管中国 还是美国 最后谁拿了金牌榜第一 在那些人的眼里面 他可以他永远可以说 金牌代表不了一个国家的这个体育的水平 对吧 他明天也可以说 这个诺贝尔也代表不了一个国家的科研的这个能力 他后天更可以说 GDP也代表不了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实力 所以啊 你就让他去说就完了 像这种公知恨国党 他现在整个的这个磁场影响力是越来越小 他他再说这种话 都已经已经自己都已经变成一个笑话了 非常的可笑 本身说句实话 奥运会对每个国家意义是不同的 比如说你说08年 08年那一届 说实话是整个中国的这个 国际形象 在体育上的一次非常好的一次国家形象的一次公关 因为你想当时是改革开放30年对吧 中国虽然也是联合国武长 经济上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很多国家不知道你中国到底几斤几两啊 然后你从整个的这个奥运会的举办 包括你说开牧师包括运动员的这个 比赛成绩 因为咱们一直喜欢说一句话吗 运动成绩跟精神文明的这个双丰收 最后那一届就是啊 包括说你你从整个北京城市的形象 整个中国人民的这个对外的这个态度 那你再一看这届东京 什么什么玩意儿呢对吗 希望他这个闭幕是稍微正常一点啊 不要再弄弄出像开牧师那种东西来了 因为还有很多小孩要看的 如果说008年那一届的话 其实是这个 非常好的一次国家形象的公关 然后你想啊 后来你说中国整个有那么多的这个越来越 顶尖的各种各样的大公司会来 咱们咱们一开始这个改革开放初期招商引资 很多的就你你来就来了 对吧你要来咱们就广开大门就欢迎啊 但现在不是现在要来的话我要看看你是谁啊 你是好的公司我才来你是不好的公司咱们现在就不要他来了 这不很正常吗 这个是什么包括08年那一届包括后来10年上海市博会对吧 都是国家形象的这个展示还有什么 10年市博会以后米老鼠到到这个中国大陆来了以前大家要去玩 迪斯尼全是去香港 整个亚洲最小的一个对吧 后来 大家知道了你要玩迪斯尼你来哪啊 上海吗 所以你看香港的游客的数量就 就下来了对吧 一个黑暴乱再加上一个迪斯尼 无误就下来 这这些都是其实国家形象的展示 因为迪斯尼全世界六个 全世界六个 所以你想了只有几个国家有呀 对不对 像这些奥运会我们收获的是什么 其实就跟整个世界的格局一样 目前整个世界的格局就是 中国跟美国的实力在不断的缩小 而且呢由于中国抗议取得的成绩 我们对待事情我们对待这个所有这个 这种 这种问题我们不回避啊 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面对问题 而且是重视每一个细节去专注去解决 所以最后我们取得成绩大家就看到了 虽然我们自己没有说 但又用一句这个网友大家喜欢说的话 这个你想低调但是实力不允许 不知道最后中国金牌榜 第一也好第二也好 这一次整个东京奥运会赢家 中国 美国为什么他下来了呀 他甚至有些运动员 阳性都没有通过呢 像高尔夫球就有对吧 但人家人家那个怎么怎么强呢 因为他的这个亚洲的儿子项目安排的好啊 他知道他爸爸需要这个金牌啊 所以高尔夫球的都放进来了啊 高尔夫球都放进来 那下次要不要大关大怪鹿子也放进这个奥运会呢 对吧 麻将也放进奥运会呢 中国象棋要不要也来呢 都是运动吗脑力运动也是运动吗 对吧 这个都可以来你像那个这次就有极限运动有滑板小轮车 对吧轮滑 这个我觉得是不应该进来的 说实话这个真的不应该进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整个的反正就是说这个 最后奥运会也要也要结束了 却确实让我感觉到奥运会啊就是世界啊 就是世界是怎么样 奥运会你看到就是怎么样 你像新西兰加拿大 他从人口来说是小国 新西兰这个国家才五百万 当然你说有些国家他有运动的传统 新西兰到这次拿已经拿了七块了吧 金牌 加拿大好像也拿了这个七八块了 加拿大也才四千万不到的人吗 你想一个上海常住人口两千五百多万再加上互漂 六七百万三千多万吗 跟加拿大也差不了多少 就是这么的一个国家 他也拿了这个 也拿了这个七八块金牌了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这种 世界的顶尖的水平的这个竞技 就是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一个保障 没有这个 你就算有十三亿的人口也没有用 还是祝我们这个 所有的这个奥运健儿能够这个 在将来的这个 奥运会能够比的更好 而且呢应该说 整个的这些奥运会呢确实看到了我们这个 全国的这个 士气啊向上人心的凝聚啊 非常的令人这个振奋啊 看看吧最后一天到底怎么样 说不定有一个惊喜也没一定 好那这期节目跟大家就聊到这儿还是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的频道 并在下方的各位回复留言 好谢谢